欢迎来想到政治,我是喜耀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看 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四个看点 首先要知道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呢 整个花费是3800亿 这一笔数目是比之前 Isma Sabri做政府的时候呢 还要来得高,当时是3700亿 然后这一次的财政预算 其实遍布了各个行业 从农业、医疗、教育 甚至是宗教科技都有涉及 我只挑重点的四项来谈 第一样我要谈的是安华去宣布 要提高或是征收国内的这个电子烟税 国内的这个税务 这样事情不会有太大的争议 因为一直在我们的眼里 电子烟就是一个货坏人民健康的事情 尤其在我们的看到呢 就是青少年 甚至电子烟呢 有入侵学校 造成学校的各种 几率问题还有健康的问题 其实电子烟之所以会 那么的火红 popular 就是因为它刚推出来的时候呢 科学研究表明 它是可以帮助大家戒烟的 比方讲在这个NHS英国的 这个医疗网站 它就显示2021年的研究表明 如果你是吸电子烟 再加上有一对一的这个 和专家的戒烟的这个服务的话呢 其实你戒烟的成功率是两倍之高 高过那些只服用尼古丁戒烟堂的这一群人 所以它是有研究表明它可以帮助人们戒烟 但是这样事情到了马来西亚这边呢 至少我所看到的很多的朋友也好 还是我见到的人他们吸烟都不是 吸电子烟都不是为了解烟 甚至很可能他们第一次吸的烟就是吸电子烟 他纯粹就觉得很酷 因为电子烟有各种的口味啦 而且电子烟没有大家敢讲出来的那么可怕 因为电子烟有一个这样子的营销手段 就是它说它是比香烟来得更加的健康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电子烟就是安全的产品 错 电子烟其实本身就含有7000种不同有毒的这个数值 而且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子烟都是含有尼古丁 也就是有成瘾性 所以其实你吸电子烟同样的是会患得癌症啊 提高患得癌症的几率或者是冬疹的疾病 跟香烟是一样只是来得轻微一些 所以我觉得提高这个税务呢 是应该能够把这一个大家购买电子烟的这个欲望降低 只是我自己的担心是在没有吸电子烟过后呢 会不会这些青少年还是成瘾者会不会去寻找第三些比较危险的 便宜的这一个替代方案 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要去下一步琢磨的事情 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事情呢 则是政府决定要征收这个奢侈税 奢侈税征收的部分呢 就是在于这些名牌包包啦 名牌手表 所有的奢侈品上 我觉得这样事情可以说是破于无奈 因为以目前民生的水深火热哈 大家都是入不敷出的状况 我觉得政府能够开刀的地方 很大可能就是这些比较高收入的群体啊 毕竟就是他们 大部分就是他们在消费时的食品 那我个人觉得就事论事而言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收税方法 毕竟从一个hermes bag 挣100万 你只要抽当中的5% 其实就可以抵过 比方你收GST 大家去外面消费买菜啊 还是买肉的这些税务 从这边完全的省下 所以其实你针对奢侈品 抽到的税的那个数额是非常庞大的 而这一笔税额就可以很有效的填补了 可能是中产阶级还是低收入群体 他们平时消费的这些日用品上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无奈之举 需要向高收入群体开刀 但是对于整体来讲是一个伤害比较小的一个方式 那第三点呢 则是安华宣布说 要让所有债务少于5万令吉的破产者 从这一个今年的3月1日 宣告他们脱离破产的这个状态 大家知道这马来西亚的破产人士呢 其实是有诸多财务上的不便的 举个例子 他们不能拥有任何的账户啦 他们的资产啦 所有的会被冻结 他们不能够去贷款 他们的信用卡额度只可以少过1000令吉 等等的 他们还没有不能出国 除非法庭批准 然后呢 我觉得也是让他们更有这个意愿呢 再重新的累积自己的这个财富 根据1967年的这个破产法令呢 你在破产三年后是可以跟法庭 重新申请说 你要脱离这个破产的状态的 法庭会示你的年龄啦 你的整个状态啦 在审核你的这一个状态 所以你未必一定要把所有的债务还到完 你才可以脱离破产 不过 即使是这样子 我相信如果你要从 完就破产的状态呢 慢慢一点一点的累积财富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现在政府把你从这个信用来 拿起来让你从至少现在没有破产 OK 你甚至是可以拥有自己资产的这个程度开始 我相信这点会让更多的之前破产的人士呢 更有意愿的重新累积自己的财富 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所以我是给予这点一个肯定的 OK 而第四点呢 则是我昨天提到的 让200万的这一个公积金 这个第一户口超于1万令吉 40岁至54岁的这一个人士呢 让他们获得500令吉的援助金 在我昨天的讲法呢 是我从另一个数据去探究的话呢 目前华人的这个公积金平均来讲 第一个户口是有45000令吉的 而土著他们只有3000多令吉 我在跟听众交流了过后 看了一些留言过后 我又开始反思我自己的这一个角度 OK 虽然讲数据上 OK 如果我们就事论事看数据来讲 确实大部分的 拿到这一笔钱的可能是土著 但是如果一直 我们以这一个华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呢 我个人觉得 似乎好像太多的事情 值得我们去心酸 值得我们去烦恼 还是觉得不公平 所以我觉得也一直停留在 这样子的视角 去看待任何的事情呢 我们很容易会把我们的情绪 和把我们个人的很多的观点 掺杂在里面 导致我们看事情 往往会显得非常的愤愤不平 当然我觉得看这样事情 你如果第一个感觉有愤愤不平 那是作为人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但是对于我 尤其是一个内容创作者 我个人觉得 更应该看事情 看得更加的 客观和大局观来看 所以我觉得 为这个200万的公积金的 这个比较需要帮助的 一群人提供500令吉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OK 我昨天也觉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今天我会以一个更加平静 更加 就觉得是大局的角度呢 去觉得这样事情是一件好事 OK 不管你政治手段来讲 还是以实质帮助来讲 我觉得至少它是一个 以全民的一个政策名誉去发放 不论你是任何的种族 所以我个人觉得相比起 前朝政府只是允许大家去提款 这样子500令吉的一个援助金 是可以有帮助到 解决大家的这个燃眉之急 而同时呢 可以安抚所有人的这一个情绪 生活所带来的交迫感 我也非常尽兴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OK 让我脱离我自己的同文层 聆听大家去怎么想 然后得到一个反思自我的 一个机会 OK 这就是以下我对 这个财政预算四大的这个看点 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重点 欢迎在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 让我们一起来闲聊政治 我是齐耀 我们下期见 拜拜